各位企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元维席频道的赛事直播 我是王瑞 今天我们继续为您直播第一届浪科杯的八强战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著名棋手 也世界冠军朱瑞扬九段做客演播室 队长你好 瑞姐好 那么这个比赛已经进入了八强战了 是的 八强战之后现在形成了一个中韩对抗的一个局面 对对对 中国五名棋手 韩国三名棋手 对 那么有三盘是这个中韩战 是的 所以大家肯定都是比较关心的 我们也是给大家带了两盘都是中韩战 那么首先这盘战是王兴浩对朴健浩 二号 这是两个相对来讲都属于年轻棋手 是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今天的现场的画面 这个赛场也是渐渐的变得空一些了 是的 顾子豪对安成俊 这个是安成俊 对 现在进入到八强之后应该说是越来越激烈了 是的 留下来的都是状态最好的其中 没错 这就是我们一会儿要给大家首先介绍的一番棋 王兴浩大家都是非常关注的 是的 他在上一轮比赛中刚刚击败了韩国的变想一 对韩国排名第三的棋手 那么他今天的对手朴健浩好像大家可能相对会陌生一些 是就连我都会稍微有一点陌生 我只知道可能最近几年好像才冒出来有一点成绩的 是 我看了一下他好像目前在韩国排名第十一位 对 但是我看他最近的棋下得非常的不错 我认为还是有相当的实力 对 朴健浩其实确实大家会感到比较陌生 他其实应该有点 我觉得他有点大气晚成 因为他入段特别晚 他17岁才入段 哦 是吗 我就说因为我感觉也是这两三年才知道这个名字 好像慢慢出了点成绩 是 朴健浩今年也是25岁好像是 那其实年纪也不算特别小 对 所以我们说他有点这个打气的晚成的感觉 好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那么相对来说 王兴昊的黑棋 是 那王兴昊肯定是属于是后背 但是虽然是后背 但是实力很强 对 双方走了一个还算是比较常见的布局 是的 一切挂掉 白棋 黑棋 黑棋飞压 飞压 这个下法应该是 这个上面的这个阵势好像是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黑棋飞压两下在一小间 无论好像右下角左下角什么配置好像上面这个都很常见 无论是黑子白子好像都是可以的 就是上面那条边的配合 对就是黑棋飞压两下一小间 在小间 双方可能都可以接受 白棋 手脚 对 手脚 这盘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因为布局好像没有下出点三三 是 这盘棋有两个腥味 现在只有一个脚 但是黑棋双方也守了一个脚 其实白棋好像 有很多棋补上也是点三三的上一部 但是朴棋浩没这么选 对 白棋浩因为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熟悉 不知道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棋手来讲 就算是再不熟悉 基本上他对AI的了解也是非常的深 是的 他既然能够下到这个世界大赛的八强战 我觉得他的实力大家是不用怀疑的 对我记得好像朴棋浩上一轮战胜的是我们中国的谢尔豪 那很厉害 是谢尔豪 好像是谢尔豪 好像是完胜了一盘 战胜了我们世界冠军 白棋这里选择了一个分头完了之后再抢左边 如果说白棋拆可能会有点不满意 如果拆二是吧 如果拆可能他觉得黑棋尖顶一下 或者是飞一个可能我觉得他会担心黑棋尖顶一下把左边抢到 会觉得落后手不太舒服 这样的话是一个很普通的进行 对让白棋长一个 然后黑棋一边抢 黑棋可能会挂过来吧我感觉 这边感觉好像更空旷一些 是是是从心情上来讲 他是不想让黑棋把左边也走着 但是这样子的话这一下交换便宜不便宜也很微妙 因为如果不交换的话黑棋可能会拆在这这两个选一个吧 拆中间最普通那可能好像现在可能是拆在这里好一些 区别就在于这两下交换便宜不便宜 这个非常的微妙我感觉 交换了之后然后这边再拆一下 我觉得朴剑浩这个下法应该也是有所准备的 有研究是吧 否则我可能我觉得白棋不会轻易的分头一下就拖先了 分头之后现在这边轮到黑棋先动手 对 黑棋的旋点 第一杆是不是会紧的 对第一杆可能是会逼住 但是逼住的话这里脚上有一点弱点 以后白棋可能这一带进来 黑棋会不太舒服 这里有一个拖过脚上有一个近脚 或者直接点三三 这里应该也有个打结 像是拖的靠 可能借用会多一些 对这样黑脚比较空旷 对实战中选择了小飞 小飞就是对脚部的保护更好一些 而且因为这边有逼住 白棋如果不跑的话 这样吃起来可能这个子的位置明显就会好 对那这个小飞还是有讲究的 白棋接着柴尔非常的大 对这个也是一个好点局部的要点 黑棋这里必须要硬 做主角是正确的应对 这里马上靠了连奔 如果不走的话被白棋一飞点就会很痛苦 这个心中 这里的棋形是点在这 对如果黑棋贴白棋就顺势长到三三 这个马上有冲断 如果你为了防断贴一下 对这下非常的损 这一贴其实是最好是避免的 对一般来讲是很不愿意这么下 而且贴完之后黑棋整体还没有活 所以黑棋要尽量避免被白棋再飞到这里 这里整形的黑棋是靠了在一般 靠了在一般 对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定型的方式 对对对 在这个局部都是AI推荐的最好的下方 双方 因为他们对于这种局部都是非常的熟悉 白棋接着飞 对这都是基本 这也是一个要点 如果被黑棋飞过来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势力的肖长点 对这就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天王山 是 双方的要点 这个一定要飞 这里黑棋又选择了一个AI时代很常见的下方 一个尖冲 其实这个应该也都差不多吧 我觉得布局阶段应该这个只要大方向对了 就应该棋都是比较接近的 这里他们下的很有意思 我看 白棋来了一个反尖冲 其实硬住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硬一下 黑的估计也是跳一个 是 白棋可能是认为硬一下不便宜 他觉得 对我看到就是像这种欣慰小飞 当对手尖冲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拖鞋 对现在很多手拖鞋 不愿意贴或者爬 过去的时候都是贴或者爬 但是现在觉得你挡下来 我再一贴 我还能争个先手 他有时候想又黑棋挡下去 但是你看我们白棋接触 黑的也不走 其实黑棋如果走一个 现在如果爬或者贴 是不是也可以 贴的话感觉对脚保护比较好 但是有点缓 我很想从这边夹过来 如果我选的话 从这一带 这几个点选一个 如果你挡下来 那我贴一下正好还进攻 我再把这边挡下来 黑棋有根据地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这个或者更积极一些 走这走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王群昊也很有气势 他往上面震 很积极 对 王群昊也有点 对 王群昊也有点 我刚才说的 他是为了攻击右边这颗白子 对 他在这里多了一些势力以后 可能以后走过来 白棋右边就会比较困难 对 这个子如果被惊吞掉的话 那么黑棋太可观了 是 如果说白棋 其他地方没有很大的利益的话 这个子是不能轻易舍弃的 那么白棋挡是必然 黑棋现在选择下利 如果贴起来的话 可能被白棋顺着顶 可能这个子也不能被惊吞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阵我更想走在这一带 现在被白棋走过来之后 感觉上稍微的白棋 还是有一点主动权 我感觉 这个虽然气势十足 但会不会落空 是吧 这个不好说 应该是每个棋手 他的风格不一样 可能王兴浩 他是这个年轻人 就是比较有气势 是 更积极一些 对 王兴浩也是首次进入 这个世界大赛的八抢 应该是第一次 就第一次进本赛吧 应该是 所以他 因为他之前下了一些 这个世界大赛逸选 都没有出现 都没出现 对 所以这次进的 参加世界大赛 本赛就是一个新纪录 这次大赛应该是给的 他一张 给了一个种子名额 对 然后在种子名额里 已经连赢两盘 我想起来 好像我当年 下世界大赛第一次 进本赛的时候 也是给了我一个种子 给了机会 那次我也是进了四强 那看他能不能 延续你的好运 所以说看到这个王兴浩 已经进入八强了 我们还是对他 这个很有期待的 是的 黑棋挡下去 挡下来 来去贴 这里黑棋选了一个硬斑 这个棋就是比较 也是体现了它 这个像从正面作战 正常长应该是不太满意的 长白的可能就从这代跳出来 黑棋显得有些重 这里黑棋可能也可以考虑 选择小尖一个 这样灵活一点 下一步再活过来 形状还是不错的 是的 直接搬 它就是逼迫白棋断 它故意是卖这个破绽 是吧 对 它是想通过让白棋断 黑棋打出来 它来进攻下边 但是白棋就将来就计 就断上去 但是你本身搬一个 还是相当的损的 这左边白棋这块空 有点大 看起来是有点大的 这样的话 白棋从这袋飞出来 现在这四颗黑子盒 这边是形成一个对攻吗 我想不能对攻 如果是对攻的话 左边损了这么多 黑的应该是有点受不了 但是你现在想进攻的话 你如果简单的贴几下 那白棋很舒服的 把左边先围住 这个空还是很庞大的 那么下面的话 你如果想吃 它就给你吃一点 比如说从上面便宜一点 右边跑一下 你不可能把这两边全吃掉 那么白棋收获有点大 对 白棋现在比较清零 所以说它选择了一个小间 它就是既不肯 轻易地损左边 右想的从上面靠 这边都有一些威胁 是很积极的下方 白棋长 黑棋再贴 但是这里白棋立下去 这个立下去是个形状的要点 对 如果黑棋不走 下一步这个斑毡有点舒服 而且白棋立下来之后 这边好像已经不太好进攻了 而且它还带着一点威胁黑棋的意思 是的 可见这个韩国 我不能说它是年轻棋手 条件好 还算年轻吧 还算是年轻棋手 相对来说吧 对 也是很有气势的 是 有点这个 其实这盘棋感觉 两个年轻人 这个对决还是很精彩的 是的 黑棋扳了虎 这就是防止我刚才说的 白棋的先手扳毡 同时呢 底下有了这颗紫之后呢 也有跳过 可能会对自身的联络有些帮助 这边呢 还有一个断打 断打 白棋暂时应该是不能要的 白棋拐吃了一步吧 是 拐吃了 拐鹰还是比较的厚实是吧 黑棋想吃还是能吃 白棋就沾了 先手打两下 算了 他拐吃认为总是一手棋 如果不走 黑棋上面靠了 就算贴 白棋也不是特别舒服 如果是白棋现在想要补这个 可能是钉在这效率好一点 这个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话 肯定它是单膝黑的这边 靠了走它不舒服 这样的黑棋有两个先手交代 这样白棋基本上还是只能长 因为它要保证几个先手 这样其实也不错 我觉得 这样的话脚控守住了 是 而且这个守住黑棋吃不到这个 黑棋自己也没有活 这个下法我觉得也是很不错 也可以考虑 补这里 非常好 我认为 还是补在中间 但是拐吃有一点好处就是 如果黑棋不理 我下一步再把这个灯提起来 那就太舒服了 这个效率是最高的 对 而且味道又好 对 控又大 但是现在呢 这确实有一个断吃 我看实际上黑棋扳头 先斑 对 这里 我记得我在来之前看这盘棋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时候白棋最好的下法 竟然就是应该把这里提掉 单提啊 对 什么都不下 因为它需要这几个先手 这有点出人意料 然后呢 它不想被黑棋吃 它觉得这手棋很大 这是这个AI的看法 现在是单提一手 这个棋太狠了 这部棋 就是把左边已经先全部围住 下边看你怎么杀 这个好像一般很难想到啊 对 这个下方 因为对方在搬你的二子头 你这时候在拖心 确实是不太容易想到 这个得需要很强的计算力了 我觉得 我觉得需要很大的勇气 它的提 但是如果说黑棋下边 没有合适的进攻手段的话 那么很无疑 白棋是便宜了 对 这样的黑棋自身 其实这个断点也要小心 对 黑棋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仔细看看 不是那么容易去进攻白棋 但是实战中到底敢不敢下 也不好说 一个考验 对 实战中呢 他 不知道这个 选择了一个最普通的跳出来 对 不知道白棋好 有没有来考虑像这种 这种 这么强硬的下法 我觉得他如果认为自己形势有利 可能就不会去这么选择 我想可能他对白棋对自己的形势 还是比较满意 这样会是机敏的断吃 这个很微妙 就断吃了一下就便宜了 这样白棋以后不只能提这个了 但是这里差了一口气 在挤完之后 这一口气可能就很重要 对 那么王兴浩这一段还是挺机敏的 对 这个段是好奇 断吃一下之后再贴 如果说没有这个交换 白棋一会儿可能就要提掉了 再讲千截 开始了肉搏战 黑棋在拐这个 拐这个也是在拿捏白棋的形状 其实白棋下面的形状并不是特别好 这个气非常紧 这里黑棋有一个单点 白棋就很难受 因为这个顶着决心 白棋大概只能去虎一虎 一个黑棋就冲一个 还得再补个段 对 其实这么下也很好 而且我认为黑棋好像 我下的话可能会这么选择 就马上先点了什么 对 如果白棋摘上的话 我外边先走一走 我甚至直接跳过 是不是就连着联络 还把白棋吃了 这也不错 或者说我先把这个角吃掉 这都是感觉是很实惠的招法 对 要是我下可能就会去这么选择 因为确实很舒服 又捞了时空 而且感觉形状也很不错 像你刚才这个点完之后 跳过也是挺实在的 对 但是点完跳过可能会担心 气有点紧 所以说点两下应该总不亏 我是觉得 他可能还是想保留 就拐了之后 保留将来这个段的感觉 他是比较狠 他是想先让白棋外边印一个 他再来 他这样这个拐 对于下边的气就有很大的帮助 对 如果白棋不走 这里黑棋兜住 可能有一些先手 但是我们看这个棋 白棋提了 提了 白棋还是把这个字提掉 很凶悍 这个棋很大 虽然没有说一部棋提那么好 但是本身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 因为黑棋跑了就活了下面 一提现在 现在就等于把黑棋的眼破了 对 并且本身也价值非常大 可以说 木数价值很大 接近20木的价值 木数很大 然后又关系到黑棋的死活 对 这里 看黑棋虎了一下 虎了 这里白棋不愿意展开了激战 其实我看到这个黑棋这一般 我感觉这个棋可能要 这一带感觉很复杂 也许这个地方都要决胜了 对 这个突然 这个状况非常的白热 白棋似乎也没有办法再退缩了 已经没有棋可以硬 说不定你往这里团出来吗 这个太难受了 如果你胆敢虎的话 这里一断就崩溃了 对 这里你任何地方都不敢下 就算打一下再打黑的也会断 这种团出去的可能 我觉得它可能不能考虑 团是不能考虑 团还是再粘上 主要是你走完还是扳不动 一会儿再被点 对 那可能就不行了 这棋型太委屈了 所以说这也是逼着白棋要反击 那就形成了对纱 但是我想可能 朴家号是不是提这个子的时候 也考虑了这些变化 因为它不可能毫无防范 是的 这里非常的紧 这个形状 然后搬住 搬住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难解的一个对纱了 而且白棋实际上也是 几乎没有退路 因为这个棋可以粘一下 这些时候这里冲进去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惨 你拐进去 因为气节挡不住了 这白棋形状非常的烂 而且黑的甚至 好像直接跳也可以跳过 直接跳 能跳过是吗 白的虎 黑的如果再过 白的上面也虎出来了 但是同时 这个地方黑的也能进来 这个变化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也还有一个 双方各自收兵的变化 其实可能不会是形成 真正的对杀 真正对杀必有一方会死 实战 其实这个是我估计 双方需要大量的时间 在这里考虑 对 实战是断上去的 黄星浩也是很直接 太有猛了 不然就是要洽吃 先不让你出头 我要跟你里边对杀 这个是不是算轻了 他应该是有一定的计算 但是结果好不好 真的不好说 刚才其实跳过 是一种妥协的下法 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 实战这样子的 就没有退路了 是吧 等于他把黑旗 把自己的后路线给断了 是 但白旗 等于现在黑旗打一下 是决先 白旗已经成这个形状了 黑旗外面已经很舒服了 黄星浩可能是觉得 假设里边黑旗不死就可以 如果是一个截 打截 是不是就可以 可以买截 打截 实战就是打截 因为白旗也不可能死 白旗死了就直接输掉了 就全死了 但是黑旗也不能死 黑旗这里死额太大了 打截的话 就可能会形成转换 黑旗现在只能爬了 对 爬完了 直接加一个 这太复杂了 这里确实复杂 对 太难解了 我简单地看了一下 白旗如果说想 净吃黑旗 应该是白旗就死了 比如说 这里搬一个 或者下例是最简单的 应该 下例可以尝一下 尝一下之后 甚至是不是可以冲这个 就算直接拐过 好像也是黑旗 快一旗吗 实际拐过倒是没有 实际拐过 它有可能这里可以断延一口气 这里比较有意思 黑旗这里可以断了吃一下 然后它不交换这个 它这下不吃 多一口气 这样你就一气两气 再走这个 这样子拐过的话 我们看白旗外边 延不出气了 那白旗就是 一二三四五 黑旗看上去是五口气 但是白旗紧不进来 它一二三四五 最后有一个 最后会形成一个两边不露气 如果我们收下去 就会发现白旗慢一气死掉 那它刚才吃在这儿会不会更好 吃在这儿白旗冲也有点讨厌 这在挖也有点讨厌 外边可能 如果有这个段 它就都不需要冲 白旗就死了 所以白旗是不能简单下例 斑也是一个道理 斑黑的打一下拐过就可以了 所以白旗不能从这边走 对 当然这个变化确实需要很长 很长时间的计算 对 因为这个可能第一眼变化算到了 它在反复进行验算 是吧 一招不慎 可能突然哪个地方算错了 直接就输了 这个时候太关键了 对 这个白旗只能糊 只能糊 刚才我们说立啊斑啊 可能都不行 对 这里就形成一个结 但是这个结啊 实际上 是黑旗本身这个结 是一个很难受的结 就是这种结 如果不是在对杀戒团 这个结 黑的基本上是无条件打不过 而且白旗打输了 黑的还是能粘上 还是要跟白旗杀戒 对 白旗如果赢的话 白旗又提了 很简单 是吧 消极 而黑旗提的时候 白旗又不能粘 这里白旗拐一个结 很爽 对 当时我看 这个变图的时候 有一个变化 就是这样子 黑旗可以硬结 然后白旗提这个 黑旗打这个 对 这是一个本身 然后这个时候 白旗消结 让黑旗连下去 我还说这个肯定是结材 还不一定是结材 是吧 如果白的硬 可能结就不够了 因为黑的这边也有损 但这下打很重要 这下打到不仅把白的气紧住 而且黑的外边气也松了 所以这个打好像白旗不能硬 有一个这个变化 就是这反而形成一个转换 这样转换的话 局面还意外的很接近 这样我问题的关键就是在于 不知道这个右边 白旗这个子能不能动 白旗肯定还是要去骚扰一下 比如说这种靠 上面靠 如果右边这样黑旗能全杀掉黑的 应该还行 所以这个还是判断最难了 太难了 这个其实太难了 比如说像这样的变化 也许两位气球也看了一下 是吧 但是究竟谁好 就可能很难讲 我觉得可能王庆豪认为不买 黑旗就还不错 但是这里黑的也有拐进去 这个拐进去也很残酷 黑旗甚至要不要考虑先沾一下 我也不知道 有这个很有趣的变化 反正当时我看到下边在对沙 感觉我下这个棋 我肯定是头皮发麻 太复杂了 这必须得有一个好身体 是 这个拐 因为必须 下一步这一班 这两个子就保不住了 对 所以拐的时候 黑旗一定也考虑过硬结 这个变化 硬结基本上就会形成转换 是 但是王庆豪应该是认为 对于这个转换不是特别满意 实战 他求变 他是拐 他直接往里冲 对 这样的 其实也有点制造结材的意味 我觉得 是不是 怎么说呢 就 他想走到白旗空里去蹭这个结 因为现在白的一般 他已经两个子保不住了 他可以当作 这底下是一只眼 他在左边 在你空里做一只眼 活了 他想这样转换 他把这里看作一个 打结眼 看作自己已经把它撑住的一个眼位 是 这样你白旗如果搬的话 他两个可能弃给你了 如果你想杀旗的话 就是黑旗这一下也能吃到 它是这么想的 但是好像并不是特别成功 从后边的结果看 那么白旗把这个梁子搬下来 秒斑 这个斑太大了 太大了 先活了 而且让黑的去走 这个一般梁子已经要不了了 对 拐的话还能往里冲 这里黑旗 斑的话 白旗都能往底下再拐 这里气是杀不过了 杀不过 强行加过那就更不行了 所以黑的局部要下 基本上只能去加这个 基本上只能加了再断上面 这样手 或者直接断 或者加了加 就这两种下 反正这两个子是要 是救不回来了 这两个子白旗一吃掉 就是这两只眼就看得很明显 是 这里王星豪先把这下沾掉 防止白旗又不要这两颗子 把那白旗跳 黑旗又吃了一个 我们看这不吃 挺有意思的 现在吃 我感觉可能在这个战役里 王星豪还是 想得有点简单了 这个后来并不成功 现在再吃 白旗不可能再去走了 因为粘上黑旗活到空里 那粘上就是两木旗 而且黑的外面也很厚 没有任何必要去粘这个 对 所以这个粘上可能还是想往这里夹 他为什么要吃这个 他难道担心人家粘 他还是担心大块的问题 他这样白旗可能会提结 然后去打结 或者他忽视了白旗爬进去 特别大 他认为这一吃形式已经不错 他就会拐进来收获很大 所以还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这个围旗判断实在是太难 但是这个爬进去之后 这个实力太油人了 本来黑的一个大脚 如果下一步再被白旗再一搬 变成白旗的巨大脚 桑海桑田这里 这里感觉木树有点心疼 而且爬黑的也没法硬 硬白旗在粘上也很难受 其实本来黑旗挡下来也是先手 挡下来 白旗如果硬他当然便宜了 他可能也担心白旗不硬 挡下来 他这个时候应该是担心白旗把这个粘上 逆收这个 因为这里有颗子粘上你还得补一个 白旗可能会粘上跟退一个交换 他不愿意看见这个 他相当于是一个要把这个逆收 是吧 逆收棺子 但是白旗不会去傻傻的把这个粘上 白旗会爬进来 那这样总体来讲 我认为好像黑的这边亏了 总的算下来 因为黑的其实看着气势很足 刚才从联班开始搭捷 但实际上黑旗没有走到什么木树 反而是白旗这里一二三 黑旗之前这么大的一个角 现在快变成白旗的角了 时空损失非常非常惨重 而黑旗只是把这里冲进来了 而白旗其实外边形状也很不错 黑旗这个形状 子孝看起来就没有那么高 就团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角白旗也提掉了 对 所以说左边下来就是一些木树确实很大 但是对白旗并没有特别强的威胁 是 所以总体来讲这里爬进来之后 白旗甚至黑旗这个子一薄 白旗右边这个都不太好 而且现在我们看现在是黑旗继续破空 互破的时候白旗斑 这白旗在破黑旗空的时候 他自身也带着木树 对 而且黑旗其实是有点单关 但是他也不能说 他被白旗守住的话 那以后白旗一沾结 一沾黑的没活 他是为了作活 对 他也无奈 但是白旗很明显好像破的更大一些 是的 所以上到这里应该是白旗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黑旗在肩底 所以这位韩国的年轻旗手 还是实力很强 还很强 虽然好像有点黑马的感觉 还是值得关注 但是他的这几盘旗普质量非常的高 好像在近来 他在韩国比赛里也赢过朴婷环 甚至小申好像也赢 那很厉害 所以说他实力突然间好像出来了一个实力 还比较强的韩国旗手 是 黑旗间你白旗走什么 白旗拐住 不厚 如果不走的话 怕黑旗搬了打吃 这里就有冲锅 有断点 那么黑旗呢 黑旗家在这 看到这部家 我应该已经感觉到 王兴昊绝对是意识到形势不利 他要强行攻击这块白旗 要是正常 如果黑的认为形势好 是不是左边走一个感觉还可以 来收收空 或者甚至你再稳一点 先点一下 这里还要跑 这左边也挺大的 如果被白旗点过来 黑的是不是还有可能被威胁回去 对 因为现在这块旗的情况 说这边有两个子含在嘴里 但是这边这个是个打结眼 将来如果说白旗粘住的话 一旦粘住 黑的必须保证这里有一只先手眼 先手眼 对 否则你要打结火就太累了 但是这样的话 白旗这里走一瞬 就有可能是先手 逼黑旗踢回去 踢回去价值非常小 可能就是几目旗 是 因为黑的特别厚 所以黑旗现在没有在这里再补齐了 他选择了攻击 但我认为想攻击这块白旗难度还是比较大 白旗走什么 白旗靠这个是吧 对 白旗在这边没理 太积极了 这个下方 他根本不觉得左边有什么问题 确实我们仔细看一看 白旗如果想坐活 这里唬一下先手 黑的得退回去 这里急了 他就刺了扳了打 就是有眼 虽然说很俗 但是确实是有眼 而且他头也在外边 这个头黑的 以后要想进攻 可能需要这种飞点 对 飞点白的是不是这种沾上 甚至他先拱一拱 这里有可能还有眼 你没提掉 他沾上这边黑的气还会有点紧 所以他根本不怕 对 而现在我感觉黑的时空很成问题 我们看到黑的下了半天 这个角 白旗这两个角 黑的好像全局 如果右边再被白旗出来 黑的没有看到什么时空 是 那下边的话 基本上是白旗 两个角都是白旗 加上这里 而且白旗上面我们还没看 白旗上面还有一个跳 这里还有一个关 所以说时空上来讲 肯定是白旗优势很明显 对 所以白旗的下法 也是把自己这个相对弱眼的字 加加后 是 而且因为这里多了几个字 如果这里白旗接应多了 甚至还有可能反杀黑旗 哎呦 那这么分析下来 现在王兴浩的形势有点吃紧 我觉得他得想想办法 如果正常的下这个棋很困难了 是的 这王兴浩和朴健浩 这二号 对 在这个很早之前还下过一盘棋 是吗 很早 当时是一个这个叫未来之星的比赛 他们俩只有这个正式比赛 只有这一个记录 那我想应该是王兴浩赢了 并没有 朴健浩赢 对 但是你想 但是那个时候王兴浩可能更加年轻 18年 对 那个王兴浩才14岁 那那个时候可能 还有年龄的优势 对 还没有完全这个到达现在这个技术 你想跳大6岁吗 6岁 你想十几岁的时候 这6岁差距很大 那这么说的话确实也很合理 也很合理 是 白棋靠了退 黑棋不能再沾了 肠也可以补住 这右边是有一个滚打包收 白棋走什么 白棋 飞过来 这是我刚才说的 对 这个好点 如果说被白棋把这个黑子吃了 那可能没法下了 这个棋 黑棋一定要想办法 是不是我看到了 胜率已经非常的不乐观了 确实这个棋 看这个走势就知道 应该是白棋比较好 看子孝就能明显感觉出来 而且这右边 我怎么看这个白棋 靠了一虎 好像也能断掉 这个右边还有一堆先手 这怎么弄呢 这棋 真的是有点不好办 八棋 尖顶 这个有点狠 我的感觉是靠你搬着我再虎 它直接就要尖顶 这里有什么区别吗 一样 区别就在于我是想稳妥一点 我靠完虎 你如果冲我这里断 我如果先尖顶再搬你可能不会搬这一下 如果先尖挡的话 黑的是不是就有可能有别的操作手段 如果说你吃上面 那我就干脆就过去了 这样没有变化 我是很想这么想 但如果这个成立的话 那黑的直接就没有什么出头的空间了 它实际上是先尖 然后再搬 再搬头 它还是搬 它还是选择搬 它可能是要杀气 它现在敢不敢断呢 断的话我看一下 黑棋肯定先吃一下 我沾住 它在下立 这个下立很厉害 这个是气的极锁 因为白棋只有这个尖的先手 那现在挡住黑棋可以不 黑棋可以把外边堵住 那白棋不行 如果肩的话 现在今天黑棋打这个 还留一个打结 还留一个打结过 如果硬要阻度 那其实现在我走这个 是不是也不是不行 白棋也不是非吃不可 但是这样的话 这里可能会有点烦 黑棋这里一加 如果这个顶线 这里还有胡端 如果你忍让的话 黑棋局部可能就要活了 这个白棋断 确实有点不太满意 但是这里我觉得白棋 有可能是不是可以拐弯 把这边 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也没有细看 但是我觉得白棋 是不是也许 可能有更好的操作手 你觉得断一个 是不是更简明一些 实战它是 长了 单长的 对 单长在这里 长一个 它就是不想跟黑棋 在正面作战了 它长这个 感觉还是 有点凶 这部器 它黑棋如果沾上的话 白棋是这个先手 这个你只能吃 它这里再一冲 你挡不住 那这样黑棋 如果只吃这个 外边再被拐两下 好像也不太行 它这个长 其实还是 这个长很 更狠 这个段狠的多 更狠 我还本来说 长一个是 有点优势意识 原来是更狠的下法 它逼着黑棋不能沾 再贴它再断 它不让你打这个地方 黑它就只能下力 还是这个要点 但我看 白棋把这俩沾上了 所以说 它没有那么简单 它还想 觉得你这个 我这一会儿还要沾出来 这两招棋就看出来了 这个白棋 很凶悍 很凶悍 一旦它认为有一些机会 它绝对不会轻易放过 对 确实这个看上是挺厉害的 如果白棋管 你想吃这个 这两下线 这就粘出来了 我们本来想的 这一堆已经巨厚了 对吧 看起来黑棋 甚至这个白棋 如果这里有磕子 它直接搬这个 给你全杀了 但是它一粘 一个说你这儿没活 另外这边你要小心 因为这里白棋 有个长黑的 这两块 不能轻易连上 黑棋形状不太好 但这个粘本身 反正我是觉得 我如果下黑棋 我看到对方去下这步棋 我认为我形势不好 他先把这种 很小的地方粘上 我是非常乐意看见的 对 因为我就算在左边 走一个也是 20目的大棋 你走一个两目 我走一个20目 是 至少我时空先追上 我让你中间来操作 它毕竟本身价值 只有两目棋 是吧 是 我觉得 这个粘有点离谱 太凶了 我认为这个粘 绝不是好奇 要不然你就 先走这边不好吗 比如说我先把这里 夹住 本身也挺大的 而且这下一步 白的不是还是能下来吗 这黑的怎么办呢 我其实也不知道 黑的 走一个黑的要干什么 如果黑的去损了一些 我这里有个字 我再粘不是先手粘吗 我认为白锡先走上面会好一些 是的 这个粘上太黑了 除非已经算得非常清楚 你要两边基本能吃掉一块了 是吧 或者有一块收益很大 它跟黑的交换一个 它也没啥便宜的 除非是你能去进攻这块 所以这个粘本身 自身也有风险 对白锡来说也有风险 对对对 反正我认为 我如果是优势的一方 我不会轻易地去粘这个地方 粘这个地方 就很有可能会翻车 好 现在我们看看 王星浩是不是找到了机会了 我刚才说的点 点是什么意思 应该就是 如果白锡粘上 它就顺势把这类补入了 它觉得 正好你把这俩要 这俩也得要 确实是 白锡干什么了 白锡现在翻这边 我感觉白锡这两步 最近下的很奇怪 这两步 调子有点奇怪是吧 虽然说 我也是刚看到这个旗谱 但我觉得白锡 这让黑的一吃 这白的不是旗 我觉得 这不吃很大 这个往这搬是在干什么呢 这黑锡现在点在这位置 就是绝佳 这下步有断吃 这里还有断 白锡很痛苦 这个形状 不太好补了 而黑的这个吃 又捞了一个时空 而且还有眼味 白锡为什么会往这边出头呢 这个思路很奇怪 我们现在已经追上 他们的实战进程了 是吗 已经同步了 就是吃在这里 这一吃好像 现在黑锡 是不是有点缓过来了 我感觉比之前那个时候 比于沾之前 肯定是好的 好不少了 如果沾之前 我觉得白锡走这个 我真的觉得这个锡很难很难 但现在通过这两个交换 我认为实控上 至少现在可以收了 而且现在左边白锡很奇怪 那现在对这个王先豪来说 是个好消息 是的 我认为这就是可能 朴先豪的弱点就在这里 这个关键时刻 我是觉得他在优势的时候 有点 因为刚才白的优势 我觉得还不是很小 应该是很明显的优势 这么多时空 而且棋本来也不薄 这么好下的棋 非要去走一些 损很多空的招法 来进行攻杀 应该是不太理智 其实像这种 这种比较重要的世界比赛 除了你水平问题 有的时候 可能是不是心态也有影响 是的 如果感觉到优势了 不能老想着 怎么去保住这个优势 他可能是想着 直接一下子把黑的给击溃 这个毡上 我总是很想强调这部毡 肯定跟这部班 可能这部班的罪过更大 我感觉甚至 哪个这个班 这个班我觉得太奇怪 为什么会往这边下棋 这连续两手有点变调 他也是为了防这个吗 对 也没防住主要是 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现在小尖 强行小尖 小尖 还是在 还是在这个 他确实得防这个 要不然之前的粘上 如果粘了这两个字 这两个被吃了 那就太可笑了 是 还是防止黑气打转 现在他可以从外边兜 我倒是能理解他的意思 但是好不好 咱们就不好说了 这个字将来 比如说他出头了 你迟早还得补回来 对 还是有这个断片 中方还有一个问题 我在看 这棋 如果从这边充断 有什么呢 因为我打这个的话 打这个的话 白气可以棋这个字 从外边打 这样黑气不行 对 你这个充断有点凶 我有没有可能从这边充断 白气不得不防 现在就不能打这个了 但是如果夹住是什么 哎呀 这个看着有点 这个我打了贴出来 冲出来 对 但打了冲出来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就有点复杂 可能不一定敢 我感觉这个黑的风险 也有点大 因为白的这里 是不是有个再贴一下 直接就打了夹锁 然后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白气直接兜这个 黑气跑这几个可以不要 但是白气可以把你全部收下 单加是吧 黑气如果提 白气就粘上 这个黑气都能一二三四 只有六口气 好像杀不过左边白气 对 这个黑气要小心 黑气可能暂时不太敢 果然 感觉下到现在 可能应该有一方已经进入独秒了 我认为 这比赛是每方 12点半开始 每方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60秒 五次 已经快进行四个小时了 中午12点半开始比赛的 对 那理论上来讲 很有可能有一方已经进入独秒 对 黑的小肩白的应该会粘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必须得补了 就是补哪个的问题 我认为粘这个应该是最优的补法 不可能就往这儿团吧 往这儿并也 紧这口气还是很重要 基本上我们可以预测一下 后两步基本就是黑的走这个 走这个保证自己眼未活 或者它跟很一点肩 肩不便宜 应该就是走这个 对 现在这样看下来 白旗确实是沾斑 好像都没有走到 没有走到时空 对 很尴尬 我觉得 这个效率有点低 现在的问题就是 白旗是不是要走这带 强宫这边 如果这边 但是这里黑旗有个这个 这个白旗也很不舒服 这个它好像 不能跑 只能单提了 只能提 如果你想杀黑旗的时候 那这样黑的立下来 也是个先手 立完是不是 再点一点 感觉 黑旗打结活是不怕的 因为黑的如果活走到里面 最后跟你打这个结 黑的有本身结 外面也有结材 黑的是不怕的 能撑住 黑的上一部是下的 黑的贴在这里了 王金浩比我还凶 这部旗下的 它这么补 我这个有点狠 这个确实非常的凶 我刚才是有点担心 黑的气景 它好像是 还瞄着白旗气景 它补在这儿 首先你不能沾 它正好能吃 它能搬吗 我刚才就看能不能搬 但是好像它可以强行搬住 我再贴 就是你如果贴 它提一下之后 它可以挡住 挡着牵手 这里就扑死了 狠的 这个技术是要好计算的 所以下一步这里扑死了 那如果贴一个成立的话 那确实是更好 贴白它如果直接冲出来 它倒是不能搬 因为直接白旗可以先往这边断 那这个便宜不便宜 我知道它应该就不准备提 它可能就准备直接闷过来 这五个不要了 强先手 它就是准备这样下 这样先手 因为这五个磁 看到白旗外面完全不对了 这里都没有 对这个贴应该是直接准备贴过来的意思 那它吓得很凶 凶 确实我认为在不利情况下要拼搏 白旗跳一个 不敢点 点的话刚才我们摆的图有点问题 输不掉 黑旗下力 白旗阻度 我觉得就是白旗被迫去下了很多单关 就为了攻杀这块 但是这块黑旗 其实如果你当着李时之眼已经活了 就对黑旗没有什么威胁 黑旗甚至往里拖都可以 逐渐朝着黑旗的方向的发展 虽然我没有仔细点目 不知道白旗是不是回头是暗 仍然不差 如果现在还不差 那之前确实优势有点大 我认为白旗从占以后明显已经亏损了 对粘完了之后再搬 这两步旗有点奇怪 不掉有点乱 被黑的走了两下 白旗自身形状很差 这里也被吃了 这边也被贴住了 左边也没走到什么 实战也是拖的 拖是要点 因为这部顶白旗形状不好 虎的话就下力 没什么问题 这白的空也是很损 我有一点理解不了这个粘上 只有两目旗 关键时刻走了个两目 而且现在右边已经没了 刚才我这一跳住 这右边还能救护 越看白旗这个粘越是有点难受 不知道白旗现在心情是不是非常的焦躁 如果说现在白旗同时在进入独秒 那就是雪上加霜 还能搬吗 搬它要底下打是吧 这里打它就提 它要全杀 这又要计算一下了 黑旗吃虽然是先手 吃它就提掉 吃这个 它肯定是提这个 它当你这个是先手 它等于这个是都吃的 黑旗不能提 提它就反打了 黑旗要长 长白旗是走什么 白旗不能虎只能粘 它可能是要再爬吗 这地方它可以刺一下 刺一下有点舒服 如果算刺到那么黑旗也有点危险 它好像爬 现在爬一个什么厉害 如果粘成力就劲死了 首先是你现在只有一个后手眼 对 但是我看粘是不是成力 粘成力 粘成力 粘黑字如果拐白的 这个得紧紧地夹住 这个 黑的气不够 粘就粘一二三 只有三气 脚上也没气 脚上冲一退 这里是来不及的 哎呦 白旗直接就来煎了 哇 那它就是准备下成这个托 黑的粘不粘之下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嗯 那这个死活问题 那这里 如果这个成林 那是不是刚才这个托有点大意 嗯 刚才如果小尖是保证这有一支盐 可以打这个结 但现在如果这支盐保不住就有点危险 对 哎呦这个是不是有 是一个 已经像成这个样子了 对 已经像成这样了 那个 现在是这样 是 对 是这样 嗯 还是已经吃到这了 那黑的打也没有意思 这单肠就完了 打两下没有用 嗯 就只剩下单肠 单肠 然后它还是粘 就算爬黑的也很痛苦这个棋 嗯 爬黑的也不能 能不能往里冲 我想想 往里冲 它如果再震 好像还不如粘上 就粘上呢 这怎么办 这怎么对 这怎么回事 我们还是再看一下吧 这个棋 看成黑棋 这两个先手 这个确实是 我觉得 真是一下子没留神 不是 你现在打这个都打不到了 白棋不走 你提了它打进来 还是不火 提四个子里面 它也打 对 你现在这么走 白棋把这个粘上了 你现在被这下刺到 你没有low这个 你现在提不到了 你提的话 白棋这里再打进来 嗯 只有后手一只眼 如果粘截就是打截活 打这个截也是打截活 那打不到了 但这个截就有点累 就 白棋无忧截 就有点累了 而且这个白棋很爽 把空都拿住了 那这个拖是不是随手了 我觉得有点问题 会不会随手 我觉得这个拖有问题 本来 你有点随手 我觉得明显是 至少我没看出来 或者先来把这个挖掉 嗯 刚才我们就 就算你先挖掉 好像也不一定行 先挖掉 我刚才看 有没有可能小尖一个这种气 但小尖白的是不是就粘上 还是不行 飞不进来 如果病的话 白棋打一下 再小尖也慢一气 那现在好像坏了呀 奇怪了 这这这这 好像隐约看到了 好像胜率好像是有点坏 是吧 哎呦 好像是 这地方应该是个巨大尺 那这个拖的问题可能是 我们看一下 如果刚才黑子小尖的话 那能保证 至少这里有一只眼 至少可以保证打这个尖 这不应该啊 王星浩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 在这个算路上出现 问题 我有点不应该 如果 这个可能有点 对确实 有点随手 看到我刚才摆了 我第一杆也是往这里拖 你第一杆都是这里拖 这个感觉是拖 这个顶丸有个双轿车 是 感觉白旗虎这一粒很舒服 这个时候 是不是突然有点放松了 这形式因为已经 突然感觉到有点好转 是不是有点 这太可惜了 不错呀 对呀 这个现在如果小尖的话 白旗如果想杀就是跳 跳 可以挡住 保证这只眼 如果打结这冲啊 全是结材 那比刚才比实战好多了 而且对这个虎也是结材 白旗这个结打不动的呀 怎么呢 是 如果看到了白旗能搬进 搬了反打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脱 但是是不是 这个时候也有回头的机会 这个时候我如果搬不是 也有机会吧 搬这个 搬不行 白旗可以打了沾这个 这被一搬好像已经 你搬这个他打 已经吃紧了 这个 白旗可以打一下往上面沾 这个 这里不能吃这个 上面是死了 对 你如果团 打这个结不行 这个结黑的打不动 这一搬已经有点坏了 是吧 这一搬崩掉了 主要是这个 现在刺太狠了 他把这只眼给你灭了 这个 这个 瞟见号有点敏锐 有点不妙 运气也好 我不知道是王兴昊进入独秒 时间紧张犯的错 还是怎么 说实话 这个60秒也不算太紧 说实话 如果说是 也不用很用心去算 稍稍看一下这个变化 应该就能感觉到 对 对于这个形状 没有那么敏感吗 而且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还有我刚才说的 你现在连这个都吃不到 白旗的气都是松着的 那你更操作不了了 你现在只能尝 打完提也没有用 只能尝 但这里摘上怎么办 这难办了 这个要很难办了 甚至是要禁死 这里 拐 揹 揹 白旗 硬住都死了 这怎么办 这 难道是 要突然死亡吗 对 是 去亲家再卡吃了 打这个 试图做一个眼吗 不会吧 这倒是有个打结 但白旗就把这个摘上 你还得做这个眼 再打这个结果 这我觉得 受不了有点 那就是自己已经承认了 我打了一个巨勺 因为拖完之后不敢动 那就别动 那就这里先保留先走外边 那外边怎么走呢 外边白旗这里搬了 好几个先手 不好的 很难办现在黑旗 这个当时大意了 这一拖应该是一个随手旗 我们看到现在突然间 这个旗不动了 黑旗突然间停住了 那很明显是误算了 我觉得 新鲜苦苦了这么久 我觉得是不是看见白旗 这几步觉得有点 白的下来有点臭 然后突然间感觉这里一贴住 白的在干什么 结果好像要被偷吃了 就是大意了 随手了一下 我觉得有点 是吧 白旗因为刚才我说的是 最可能是能点在这里 但是点在这直接吃 好像不怕 因为这个局部 确实形状是在拖 对 拖效率最高 对 但是这个形状很特殊 第一杆是在拖 第一杆是在拖 但没想到 他有这种搬了反打的好手 对 主要是这下一次 这个没有眼 这就看出来 当初白旗 这个厚实的体调 这个脚上的气 都是很有帮助的 是 难道他这个沾上 他就是为了这个吗 我觉得他白旗 也不应该算得那么远 因为黑旗最后还强行脱肩了一步 他才来的 对 不能因为现在 可能黑旗危险 就说白旗刚才沾上是好期 但现在怎么办呢 还在考虑 至少从这样的角度分析来说 还在长考 从这个角度分析 应该是王兴浩还有保留时间 可能对方进入独秒 他还讲时间攻势 如果说是王兴浩进入独秒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落子了 或者说是连续用了好几次 那就更加的希望就更小了 但现在说实话 已经是最危急的时刻了 现在是要把时间挖在这里了 但是我刚才一直在想办法 好像我觉得 没想出很合适的办法 太可惜了 他是搬了一下 搬这个 这就是 这人家吃了 吃了一吃 不是什么都没有吗 这个 这个吗 那可能他是要这个了 那这个 是有这个 但是提掉再强行顶住 这里随时都是有这个结的 如果把人家打住 打住又怎么样了 打住它这些都有用吗 总体还是长总体长 我这边虎的话能长是吧 我再长 虎也不代表 你挡的话我再长问一下 是 如果你可能现在必须要长 我走这个 你先拐一下 我夹住 局部是不行 但是这里凭借一个虎 凭这个 或者粘上其实也可以考虑 但是粘上 我看了一下这个局部有点在立是吧 靠下粒 然后拖这个 白旗粘这个 但是白旗粘这个 对啊 白旗就不择 白旗走这边是吧 对 白旗可以从后边打两下 你粘我再打吃 你这还是一只眼 就是还是要打这个阶段 还是一只眼 那这样至少比刚才那个有些面子 但是这一下白旗多了个 刚才你吃的这个被提了呀 嗯 那已经下出这种斑了 肯定证明了之前确实是无算 现在出现有问对 有误算 白旗 我觉得无论打一路可打二路好像都可以 现在 现在白旗的选择比较多 嗯 对 对 现在还没有落子 还没有落子 是 吃在这儿了 对 是这个 现在看起来确实比较尖的 嗯 看看 再看 现在长 只能造一个结再打过吧 可能就是 但是我觉得 从这边打过啊 还是要从这里打过 只能是刚才 用这招了 想的那个招 嗯 因为旗肯定是现在非常不乐观 对 现在白旗选择 白旗应该也 白旗是走什么 粘住吗 要走的话 就应该是粘住的 就应该粘上了 它已经粘上了 已经粘了 哦 看它果然是走这儿了 嗯 还是靠这个 就是这样 那肯定就会下成刚才这个图了 嗯 这是无奈之举 无奈 然后再顶住 这样的话 保留了一个结 对 其实稳健一点 就先把这个吃掉 我觉得就不错 就逼着黑线往这粘回去 是 现在还没走 应该会提 是吧 对 还没提 基本上可以预测下成这个样子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这个可能性还是挺大的 对 如果这样的话 那时空肯定又被拉开了 你觉得怎么办 通过这一系列交换 肯定是非常不乐观 而且上面气也是紧着的 主要是这里还留了一个定时炸弹 对 很可惜现在本来黑旗如果没拖 嗯 这个稳健一些小肩呀什么形式 我认为已经有好转了 但是现在又比较悲观了 嗯 还在拼搏 嗯 那因为我们今天要 还有两盘棋 对吧 还要讲另外一盘 另外一盘 大家也非常关注 大家可能更加关注 对 那盘棋因为是有深圳旭 深圳旭的对局 是的 和我们的那个00后小将李维青 是的 那盘大家也很关注 嗯 那我们这盘棋呢也就先放在 就先放在这里 对 这里呢刚才那个周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 现在黑旗形势还是不太乐观 比较吃紧的 嗯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 那么接下来这盘棋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有我们的李维青对深圳旭 这两位也是同龄人 都是2000年出生的 嗯 我还专门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出生 月和日 李维青好像 哎 深圳小圈大一点点 对对 可能他们这个生日不到一个月 那真正的同龄人 嗯 但是确实从成绩来讲 小圣好像无疑是要好一些 那肯定了 小圣现在成绩太优秀了 他最近我看到这个有这个数据达人统计 最近一波是27连胜 还正在进行中 还在进行中 对就大家一直看谁能阻止他的连胜 那么 李维青呢实际上 对深圳旭 最近一盘 还是李维青 是在维甲吧 维甲 去年的维甲 他们俩一共下了 交手了四次 都是在维甲当中 李维青前面三连败 就去年 哎 终于扳回了一城 对 其实这盘期我觉得 在赛前我就觉得 我是觉得李维青是如果发挥出色的话 是会给小圣很强很大的压力 是 我觉得只要战胜过 这个心态已经就不太一样了 对吧 通过这层窗户纸了 但是从小圣前两盘的发挥来看 确实实力非常非常强 是的 我们看到的谭笑九段 刚才已经获胜了 对 已经率先晋级到了四强 我们这个四强当中 就一盘是内战 中国内战 是的 我们已经确保了 已经提前结束了 确保了一张门票 另外一盘 好像刚才看到 姑子豪也好像要小胜一些 要基本上赢了 基本上是要小胜的 好的 那我们当然这个头号的 我们这个头号的敌人 还是盛陈旭 对 好 我们先进入棋局 这盘其实就是小生的黑棋 小生黑棋 来棋 左上 这里下了一个对角布局 来 相对比较少见 对 黑棋挂的 白棋小尖 我们看到这盘棋就是正经的点三三 黑棋也没手脚 马上点三三 对 其实根据以前的理论 是右上角 手脚会认为是很大的一个点 但是现在好像对于这种 尤其是头还朝着对面 对 也不在乎这个我现在 对 就是点三三 那当然 下了一个最普通的顶时 白棋飞 黑棋就顶了 奔 这生工智能 开局太熟练了 这种局面一般是 白棋如果挂脚 黑棋也是一个小节 应该 他觉得挂一下也不一定便宜 白棋反点 这就是我上一盘棋说过的 固点 竟然在上一局没有出现点三三 下了个一模一样的下 对 两个定式一模一样 对 这里黑棋抢先把这里打上来了 打了一粒 嗯 其实这两名棋手布局就不用说 肯定也是非常更加熟练了 白棋就选择了一个拆 嗯 他不能再选了 再选被黑的加过来 可能就不是那么有力 好点 嗯 黑棋往上贴 贴起来 白棋小飞 对 基本上 他们两个 我赛前看到 布局都是 招招都是 一选 很熟练 很熟练 教科书 对 直到这个 这也是一选 你说起手背 这个 这个很多套路也是要去记的 大概能记到多少手 多少钟之后 就不会再去背了 如果说是这种比较 有必然性的变化 可能五十手都等于 是很有可能的 主要还是看这个变化 必然不必然 那像这样的一个开局 我觉得 还是有一些必然性的 是吗 对 如果黑棋选择点三三 那么白棋一点三三 很有可能就会下成这样 这接下来的几个招法 就有一些必然性 还是在射程之内的 对 但是白棋断打也是 因为白棋已经下面补后了 就是瞄着这个了 黑棋脱前了 白棋肯定要反击 这个是常见的下法 这个打了爬 这里我们看到 黑棋下一步就很有意思 没有选择正常的定时下 把它长出来 长的话白棋长 这样可能黑棋这两边 会有一些危险 这样的话 黑棋是怎么应对的 搬 我当时看到了一个变化图 好像是这样下 靠这个 白棋飞下来 飞的时候它在 它在动是吧 对我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地方 白棋是斑毡的这个时候 但是我也有点看不懂这个图 说句实话 你都看不懂 应该是下边 黑棋应该是很苦 可能甚至要弃子考虑 但是这三个子他就想办法 其实因为黑棋外面已经抢了好几步棋 是 但是小深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靠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下法 也有是吧 这部靠也是在AI的这个选点当中 嗯 我不太了解 至少我没看到这个图 就是在大赛当中还很很少见 因为本身这个局面已经 基本上没有出现过 就是他们赛前有一些备战 我认为 尤其是李维钦肯定备战的 我觉得会更加的那个 更加的这个深一些吧 我觉得 这个靠就是想欺负一下 骚扰一下 试图先手便宜了再尝出来 对对对 其实这个倒是也比较好理解 对 如果能够先手交换到 对 比如说白棋尝一个 我再尝 那底下这个眼味就丰富多了 是 这个逻辑是 能够 很好理解的 对很好理解的 但是白棋可能不会让你那么轻松的拿到先手 比如说白棋现在如果下力 他也认为他便宜了 以后再拐起来 嗯 白棋要接着压 继续 对 继续揪住你 嗯 黑棋是搬的这个 如果黑棋搬下面 白棋应该就要搬连搬下来 是的 这边毕竟还是欠手提的 这个时候黑棋确实是要搬 如果说退的话 再被下力 那就亏了这个交换 白棋形状太好了 如果再长这里一长黑 那反而是眼味不舒服 反而变重了 被立到这里是不行的 如果没这下压还可以扔 嗯 现在他搬的话呢 也就是双方为了一点 眼形斗智斗勇 这样白棋马上切断 有一段 黑棋没有什么太好的 好像我记得当时我是看到黑的 很意外的一个 黑的好像应该往上面贴 压这个 压这个 它拐下来了 拐下来 黑的再搬这个 有这个痛 这个白棋不能再硬了 白的要把下边吃掉 这样子转换是吧 然后黑棋再长到这里 这样白棋就吃 对 我好像印象中是这个图 黑棋这个字吃掉 这个 虽然黑的下边损了不少 但是外边确实也走好了 因为白棋本来就是以多打少 第一感觉白棋总不亏 白棋当然好像也没什么不太 也没什么不满意 但是黑棋如果这样吃掉 好像看起来也算是度过了危机 它等于是一手两手走到两手 对 这边白棋在这边 这边损了一手 损了一手 但是白棋等于 本来是这个形状 白棋断了一下 这下还是非常损的 对 不过这样看了 因为黑白棋这个 已经有个小飞了 也比较扎实 对对对 如果没有小飞 是万万不能去死掉下面的 是我当时看到有这个变化 我也很惊讶 就很神奇 可能小神显然没有研究到这个程度 研究到这个也过于的 太神奇了 对 一般来讲不太可能 除非是正好摆到这个变化 它要不然的话可能是 也不要把它太神化了 是 所以它选择了一个爬 但是爬的话 黑棋好像是可以搬这个 其实我的心情是很想往这里搬的 往这里搬白棋会提亮 然后它再立这个 这样黑棋保证了下面的眼围 而且获得了一些木树 是 所以这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立和搬也是一个双方的要点 是 这个非常有人 因为长白棋必然会立这个 对对对 它甚至不管它都可以 白棋吗 不管 那就是上面两个被吃掉 对就转换 是 所以说这是 也是 所以你拐的时候它应该会搬 也是一个抉择 它没有搬 我刚才是说 我下的话很想搬这个 它是更照顾一些大局 那它们俩是有默契的 如果白棋贴的黑棋再搬那就便宜了 对 就它们有默契 它觉得这一打是先手 再立 打完再立 对 因为打是没什么 没什么选择 白棋还是一个进攻方 对 下一步好像 小生的下一步好像是有明显的问题 它是吃在这里 打吃 这个时候黑棋贴应该拐这个 拐啊 拐它要吃吗 不吃 不吃啊 白棋要吃这个 从这里打出来 对这个就好像是 这样子 但这样子好像是白棋还可以了已经 这样的话 黑棋 这还要救回来吧 要救 如果就 应该是要救 但就白棋就拖鲜了 这样左边白棋也收获了不少 对 这个图反正很有意思 我之前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棋 但是我印象很深就是 黑棋拐白棋不是吃掉 吃掉的话 这上面死了不好 所以还是判断 对 判断太难了 小棋可能是觉得 他应该是觉得这个不满意 他觉得这个被吃起来不满意 所以他选择这个吃这里积极一些 如果白棋这时候跑 他这样就粘死 那就要少一手棋可能 我是这么分析的 你粘的话 它不是还得有充吗 被挡住了吗 蒸紫 气不够白棋 这里是个气景 但是这样子的话 白棋就会往这冲 往这冲的话 黑的底下也很松 对 它吃之前先冲 你怎么办呢 它不能挡 它不能挡 挡白棋要先断吃一下 再吃回去 对 但长的话 白棋这里再一冲 这里白棋便宜了 是的 黑棋虽然是说成功的 把这颗籽 这两块连上 但是这里损得非常的猛 而且下一步 如果这里被白棋牵手搬毡 有点忍不了 所以它就下粒了 还是单粒的 对 这里白棋搬毡太舒服了 太大了 忍不了 然后这样白棋爬 对 它还是长 是一个挺有必然性的变化 这个 这个三米头还是在长 搬起来细紧 现在白棋 一个选择是把这个吃掉也很厚 这又是一个风格的区别 很厚实 很想把这个吃掉 这个太舒服了 而且吃掉以后实际上 这地方一般黑的还没有眼 而且以后是要继续攻击黑棋外边的 这个非常的厚实 但是吃掉可能 很肯定白棋黑棋会沾大场 实战中 李维青拆上完 那是最大的大场 对 也没什么问题 现在 第一个战役下来 我们看到 好像是白棋李维青下得更好一些 得分了 获得了优势 是 这不容易 对 我很少见到小绅在布局阶段 就吃了亏 对 所以说 可以见到 我们年轻的小将 还是准备的很充分 是的 在这个战役当中 白棋是取得了一些优势 对 这个时候黑棋把下面脸上 这脸上确实是大 它补在这也是 补在这也是 补在这也是为了自己的眼位 为了眼位 以后黑棋一手棋可以做活 你如果是为了 一般来说是跳 但是虎在这的话 将来一粒就做活了 一二三四 跳在这的话 有好处就是目数好 对 但是这里白棋冲一下 这黑棋局部已经活不了了 不活 现在他认为黑子比白的更危险 于是就是虎了一点 把白棋尖一下 对 这里白棋 打吃 吓得很凶很凶 他还是不放过你 打吃了肠 很积极 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把你在 压制 其实如果说以后封锁住黑棋 黑的底下还欠一手棋 如果说将来要靠这个来做活 就太委屈了 对 如果什么时候能逼着黑棋这么做活 那我想黑的可能不太行 是 下一步黑的小深选有一个很正常很普通的跳 那跳可能不是最好像的 我看到这里 好像我记得当时黑的应该往这一带走起 先骚扰一下 在中间走一步是吧 对 先骚扰一下 是什么各种 好像是在这里吧 我记得 就是这里也有一些变化 这里也有一些 因为黑的现在有点薄 如果能先骚扰再跳就会好很多 就更完美了 我看到实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 白棋这部飞 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连贯的手段跟上一部打 逼迫 如果让黑棋爬过那么 上下连片 那么白棋这个势力一下子就膨胀起来了 主要现在黑棋实在是没有心情再载三分爬 对 如果爬白棋长 黑棋还跳不出还得再爬 这太难受了 那白棋顺势脸上太舒服了 关键下面这个头在这你还没有空 是 所以他也是不肯 所以刚才小船跳这个 他其实还甚至想威胁一下 这两个子跑着 白棋也没有那么厚 其实 但如果那样的话就完全失败了 所以白黑棋是绝对不肯在这里爬的 他现在掉在这 对 他好像这部棋确实能想到很厉害 但是好像不是最好的事 慢了一拍 是吧 如果你先掉 那这部跳看上去就有点缓了 现在掉在这 这一带的断点 因为多了一个子好像没有那么严厉了 是不是 是 其实这部棋的意图不是很明确 现在 白棋这里有一个接应 都现在轮到白棋下了 对 白棋 如果这种下来 黑棋就会很麻烦 这边多一个子 这里底下 这个形状挺有趣的 这边的话 这一带好像没有什么演 没有演 白棋底下可以这么破演 这么破演 黑棋连猴这个都不是先手 对 这一带其实这个脚步有点意思 对 如果先破演的话 这里黑棋有个断了的打 它这里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才有一段是吧 对 如果白棋正常破演 是需要搬这个的 对 黑棋打是先手 然后看你怎么吃 怎么吃都一样 都一样了 你吃这个 吃这个它要铺 打结 如果你想杀黑棋 总是要被提位 提位就是这个拐又被人先手 对 你只能补 那拐先手边上有可能就有演 但是白棋如果点在这就不一样 点在这的话你铺不到 我们看一下细微的区别 很巧妙 白棋会打一路 吃这个 如果铺它会先提到一一 先抵抗 这样你如果猴确实是先手 但是这里白棋一长下不冲死你 这黑棋少了 半指引 差了一手棋 差很多本来如果是这个交换掉 那就差多了 它可以吃在这 如果黑棋现在吃这个 白棋再顶 顶完班你就没有这个先手 如果你顶上哪一样 这个 加好棋 三路加 几乎有个这个手 对 有这个敲手 所以白棋如果说下来 那好像黑棋几乎都要被迫去 不知道实战当中 他们二位有没有看到这一家 我想肯定是看到 你看到了 这个不是很难的一个 所以死活来讲并不难 那么其实这块黑棋要比想象中要危险 对 李维兴选择一个更加直接 太实险了 直接去挡住 硬贴下去 他贴下去 他肯定是看见这个锁 要不然不会贴的 是 要不然如果说这有个子 那刚才那个就杀不掉了 他必然是看见这部棋 贴完再一拆 这个马上有死活的问题 对但这个我认为还是稍微有死 有点 低感好像还是离他远一点 有点俗稍微 但是大方向没有问题 现在还是黑的比较困难 白黑棋现在自身的死活问题 这个很厉害 这个很厉害 我们看小深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小深 怎么这么一冲断了 这个弯断 这我觉得绝对不像是好棋 你从这种地方去冲断人家 而且白棋外边看上去也并不薄 其实像这种棋 一般老师都会说 这绝对是俗手 是吧 除非是你能占据什么便宜 就明显的 这个一冲断非常严厉 现在没看出很严厉 白棋就冷静煎一个 也是好棋 先把自身捕厚 让黑棋走 黑棋长是吧 黑棋长 它是这里有这种什么断之类的棋 现在它一定来不及 它如果断是 断我就吃这个 就吃这个就行了 是吧 吃不掉我三颗子 或者说我先打这个也比较狠 我先打逼你连上我再出来 这里不敢断 这部棋不敢断 有点过分是吧 对 它长白棋还要穿出来 我感觉黑棋现在其实挺苦的 现在黑棋最大的问题就是底下欠个这个 是 那这个棋不得不防 而且如果现在再抽空补一个这个 那这棋肯定是坏了已经 我们看到这个左上角这个字也快不薄了 可以说李维青在下到现在为止发挥的非常出色 没错 把白棋跳一下得很好 通过进攻 我们先把左上角这个字吃掉了 这样白棋已经收获了非常大的时空 可以说是已经领先了时空 而且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 这边还是欠了一首棋 是 然后现在黑棋是点这个 小生就是点一个很讨厌 就是做活之前要先麻你一下 如果白棋挡住的话 那么这里有只眼他就活了 对 他就先走中间 对 如果你挡这头的话 他可能这里扳一下 这以后就有爬过的可能性 反正他就让你不舒服 这比较鬼 他先来点 但是李维青下的很简明 直接贴出来 对 这不很好 直接不理了 不要去纠缠了 左边你想过就过全是二路 刚才我飞压本来也是想让黑棋下二路 那么现在我外面走了一首 你再走一首 再走一首 黑的外面也看着不对劲 是 这个小杰他就不去跟你纠缠了 对 看出来这盘棋我认为李维青发挥的很好 状态很好 不知道能不能在后边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黑棋搬一路 这个搬一路也是很讨厌的一部棋 是吗 搬的话有点考验是吧 正常白棋最好的活法是下立这个 地这个 但是立这个他怕什么呢 怕黑棋点 点 点这个白棋正常只能沾上 或者说点一个 黑棋要这个一路的先手 就这里有个著名的死活题 对这个如果沾着先手的话 一路沾先手就断了 搬进去是个打结 你如果不一定打的话 只能是立这个 我现在打这个也是近活 但是黑的先来适应手 打棋可以打这个 但是打这个已经不对了 打这个黑的拐都变成先手 以后沾了点进去 白棋是一个契机 对 所以他就只能立吧 是吧 现在 立的话 黑的一路沾变成先手 是 一路沾这里就爬过了 就全部连上了 这沾先手你如果不理的话 他就可以爬 白棋阻止不了 对 只能去补 那么黑棋这样可以爬过 对 所以先搬考验一下 对 白棋现在不舍得立一个 猴一个也是问题不大 猴一个就是防住 我刚才说的那么多先手 现在猴的话 他沾是先手还是后手 是后手 我可以弃三个子做和 虽然损一些时空 但是好像比刚才要好一些 当然我觉得 这个顶尖支援器手 不可能在这种地方 犯人的低级失误 黑棋又搬了一下 搬了一下 把这个爬过了 就是白棋现在过了 黑棋一路沾变成 这里有只眼 小深也算是 不知道能不能算的就是 度过了一点小危机 但是这个局势 黑棋现在非常的不好 左边下了很多二路 外边你看这个如果白棋 就从中间过来 这三个如果死了 感觉黑棋一无所获 对 但是对白棋来说 也是怎么样来发挥 中间的后事 也是个可题 因为现在好像是 比较稳健的 就震了一个 对 这个分寸 这样的话就大一些 这个更稳健 我第一个人往这里打飞 我是想杀的更好一些 对 但这样的黑棋可能会从上面来找一些 你肯定想多吃 多吃大一些 对 他这个吃的稍微小一些 他是这个一看见走这步 就是白棋认为自己优势 形势不错 吃掉我就优势 确实是优势 但是这里小深 又上了一些手段 从这边杀出 他不是从这边杀出 他不是从这边杀出 正常白棋肯定是会板板 他是要夹你 这个地方你越退让他越要来 这个很讨厌 这个肯定没有心情挡住了 对挡住 可能就算挡住白棋形势都不坏 但是这个没法忍受 必须要出来 这个挡的话被外面一拍 这太难受了 所以他一定是反击 对这个反击没有问题 下得很好 因为黑的这本身也很损 再沾 白棋肯定冲过来 让他把这边跑出来了 就是在这种很不利的局面下 黑棋上在努力的寻找一些战机 是 因为白棋看上去已经很厚 如果中间黑的再不上一些抢手的话 可能这个棋就机会没有那么大 对 对黑棋来说 对黑棋来说 好像逐渐的有点小小的复杂 是 黑棋来说就是要把局面水搞混 是吧 因为现在形势 我相信 应该对局的双方都会觉得是白棋好 因为白棋的优势应该是很明显的 现在 黑棋拐 白棋长 长还是喵喵是这个 但黑棋这一路贴过来 感觉就是 至少是有棋下了 如果白的接着退 黑的就飞下去 那么好像形状 至少看上去还行 还可以坚持 这个黎元棋下的非常的凶悍 硬扳着 就是要把上面守住 不让黑棋心意穿着 这当然黑棋会断 这部棋其实白棋还有一种下法实战 白棋可以选择打这个 但这个打黑棋必须要长 然后白棋可以长来外边 可以吃在这 这里三个子黑棋吃不掉 其实这个下法也很不错 我也不知道这么下黑的会怎么办 对 这三个子吃不掉 它是不是只能贴这个 贴这个 我还可以等这个 你这个形状没法下 就虎没用是吧 虎的话有用 但是外边这里嵌一个等 对 这里还有一斑 这两个子吃掉的话小心 你吃左边 这个被斑死也不行 这个斑死也很大 所以这个下法我觉得更加简明一些 是 打这个字也不能被你提掉 对 因为这个棋可以打 走这个白棋就尖回来了 打这个白棋就冲回来了 没有用 这上面不好活 而且外边也不太好 是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这个拐就是有点黑 拐确实黑的也是出不来 但是黑的外边打一下之后 我们看这里粘现的时候 这里以后冲断是有一些借用的 嗯 黑棋 飞出 把这边飞出 对 但这个现在白棋也是优势力人 现在 飞这个白棋现在这一档非常舒服 这档是催促黑棋定型 对 这个档你可以断 断它就把这个一吃 把上面的这个味道补掉 而且中间其实黑棋这个棋很紧 它再去想别的 这里损一幕不重要 对 黑棋没断 黑棋不能再断了 再断的话这棋没法下 就往这边拼命 白棋靠 其实这个棋 我觉得下到现在白棋的优势很明显 黑的没什么空现在 除了右下角 跟右上角 这左边太小了 那白棋上面这一大片 只要右边成功的活出 白棋下面还有空 这里还嵌着 黑的幕明显是不够的 对 而且中间黑棋其实自身器也很紧 对 不是那么厚 所以到目前为止 白棋是非常顺利的感觉 对 这个时空多还是一个很明显的优势 黑棋办法不多 因为白棋只有右边一块鼓起 办法并不多 这里 李维青吓得非常凶 还要拐 感觉到了好像一直在 这个跟小神在拼 对 其实现在这个局势 白棋空多 那么他这边如果把这块处理好的话 主要处理好应该是优势明显 就比较 对比较好掌握 最大的发展就是由这里飞 已经是强行去撑右边了 对 连中间这个都已经不管不顾了 你看小神只是拼了 不能再普通的下了 不能让它拆过来了 再拆过来 那还带着木活 那就更没法下了 白棋飞 对 但是这地方好像白棋 就被找到一点头绪 我说这个拐是不是有可能应该从那边 有点太平 想办法坐坐眼什么的 你在上面走到我们刚才说的 黑的这个詹选手 这里选手 有味道 就发灰了 后来就看到黑棋发灰了一些 这里稍微有点不解密 白棋走什么 他冲了再跳 冲了再跳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詹选手 这边打了力 是有味道的 我胆敢现在去补这个 把这个也补了 这可能就是一个杀 要杀了吧 这个还不杀 对 至少是要煎过来 把白棋的退路先断了 让白棋去 至少让你苦活 它搜刮到的话可能也能收 但白棋是不是可能没有必要 把自己置于险境 对 白棋 相信挡下去 对 挡下去 但是这样 黑棋会把这个卖掉了 其实这下很损 这下把中间的表 他也很心疼 但是为了上面 希望你慢一下 但是上面打了力 变成选手了 白棋是上面两个死了 立下去 他再挡下去 其实他把这两个死掉了 其实黑色通过进攻也获得了不少便宜了 这两个死掉收复很大 虽然中间损了一点 但是这样让白棋贴下去变得好像看上去 意思也没那么大 现在 就看右边的进攻了吧 对 现在主要白棋还是聚焦在怎么做活上面 这个棋 这个棋 我的第一杆是 我白棋是简单的就包扎了几下 我第一杆 白棋 往里边点 点这个 因为黑棋不能冲 冲白棋打吃了一拐 黑棋脚伤就死掉了 这个脚黑的应该不能死吧 脚伤是打结 但是黑的外边棋还紧 其实打不了结 对 那它只能粘 如果粘完斑 可能黑的会反杀这边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转换够了 但是这是一种考虑吧 对 这是一种变化 它选了一个 相对简单一些的是吧 简单的处理 它觉得形式很好 因为这个棋 这个段是白棋整自由力 这个挺重要的 对 但是简单的下方 就是这样作严 黑棋也是下力 虽然看上有 实际上又好像没有 黑棋猴一个牵手 看上去又 那确实走成这样 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妥协 鼠目的格局了 对 白棋右边拖 这个棋其实也 虽然我们一直说 形式白棋很乐观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 作为对局者 肯定不能盲目了吧 其实优势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对 黑棋不经意间上面收获了 脚上本来就是黑棋的脚 如果右边 你让黑的为特别大 黑的下面最后还有拼命的手段 其实这棋还是 说是优势吧 但是离赢 想赢还没那么容易 没错 现在它拖断 这也是局部的一个常用的腾挪手段 黑棋是先打到下面 这个打也是常见的 它是粘住的 打完下面 正常如果退的话 那么白棋这一走基本上就活了 对 活了还是白棋优势 但是小深这里有点凶 它要打上面 它是这么打 打了之后 这就是非常归下方 对 这太非常手段了 就是为了破白棋这只眼 让白棋成为假眼 吃在这儿 再吃 它这个应该是为了底下的骚扰做准备 然后它把这个藏出来 你看它这个吓得很凶 它是借助白棋的气景 让白棋不太舒服 白棋如果贴黑在这里就可以 可以滚包 因为有接银 滚包就厚了 就下面这里在操作 哦 甚至这里一煎出来 我们看这里煎出来 这里还有断点 然后白棋还有点危险 哎呀想赢小深一盘不容易 确实 所以白棋往这边拐 就是想从这里出头 如果黑鞋 白棋这里打吃还是先手 小深这里接着接着来拐吃 拐吃了场 这看上去就很厉害 尝到这儿的话 突然觉得白棋这块棋有点凶险 有点 对 要小心 这个不能连了 要小心 但是拐是这边它是有一些手段 嗯 我们看白棋走什么 白棋把这里 白棋先从这边 对 这个挖吃很漂亮 嗯 它只能粘是吧 打上面 很想打上面 但是不行 白棋可以提了扳下来 这个右下角有问题 对 这个刚好 我们可以 嗯 对 白棋再连扳 再一连扳 如果断吃就粘上 因为黑棋气紧 嗯 对 这个右边再捕活 中间还要漏 对 这不行 这个黑棋 虽然说很想阻止白棋裂落 但是阻不了 这里白棋先挖过 也算是喘了口气 嗯 我觉得能挖过 这形状还是很舒畅的 而且黑在中间 感觉非常的薄啊 这个厚薄一下子有点逆转了 是吧 目前问题就是黑的也不敢断一点 断白从中间穿出来 这个转换黑的不可能够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 看上去这处理的也挺不错的 我也不感觉黑的是不是哪里 用力过猛了呀 这里让白的过来了 白棋从这边连通之后 本来下面这个打入 现在也不用太担心了 是吧 对 黑的现在因为它有点薄 还是来了 还又来了 真是不依不饶啊 因为现在黑的确实需要拼 嗯 如果下面让白的成功连上 这里也断不掉 那黑的自己还要单关联 那应该是不够黑棋 但是总觉得现在黑棋的 还是下的比较勉强啊 他沾 嗯 李维青应该是这个想求稳了 他黑的还要强行阻毒 强行下来 这里就是 应该我感觉就是最后的决战了 可能 对 我也不知道他们下成什么样子 刚才 然后我们休息的时候 好像就进行到这一块 进到现在是吧 嗯 虽然白棋好像看上去是有优势 但是胜负还是要看这个战斗 到底能不能硬得 硬得对 黑棋这么下 然后打这个 打了再断是吧 对 对 这里白棋有点头痛 这现在头绪出来了 这下边斑暂时也吃不掉 有这一断这边也 而且这两个子现在不能要 对 如果能弃两个子把这四个吃了 那肯定是可以 他先 这边他是不是得更紧急一些 他先把这里挡住 他把这个挡住 挡在这 挡住会不会有点危险 总之确实有点看不清 因为挡住的话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黑的这个病是个险手 如果不走 这里冲了一粒白棋死了 嗯 现在你想吃这四个是要借助外面这个断挡 但是他 嗯 你说不挡这个是吧 不挡这个 但是也不挡这个 吃不掉这四个 是啊 嗯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啊 这好像很复杂 是吧 虽然说 一直有时 但是小生的拼 拼搏的这个招法非常的狠 这个 想赢下来 还是需要付出很 付出一些努力 不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 发现局面 嗯 黑鞋甚至在把这儿断了 越来越乱了 就是我刚才说 这里有个断 白鞋吃黑鞋可以跑 这里是这个 如果这里全被吃了 是不是白的有点忍不了啊 那这一看 我说吃这个是什么东西 走了吗 冲 他是冲这个 冲这个 不能吃这个吗 那他如果看清了 可以也 我不知道 我看不清 总之 他是冲完了再冲 冲完再冲这个 那他应该是有一些计算在里面的 我有点算不清 因为黑鞋这个现在病是先手 实战也是病 病了一下 我看到了 命白鞋只有搬回去 这样很明显 黑鞋一沾 白鞋已经被断开了 那么可能会要形成一个杀器 那这如果黑的沾上白鞋下什么呢 他就是单沾 现在黑鞋单沾 不对 这个 我觉得白鞋下的不对啊 那刚才 我说我吃这边不是更好吗 太潮 黑的跑 我沾 如果你沾上 我这不是冲 可以从这边冲 能不能冲过来 黑的倒是好像也可以抵抗 嗯 我看不清了 对 但是现在实际上这样 不是被沾上 目前看上去就死了 在下边 死了怎么办呢 死了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白鞋虽然说是可以杀器 但是我怎么觉得很奇怪呢 这个鞋 白的自己 这里白鞋气还有点紧 这里甚至断完之后 鞋不是那么长 如果说现在冲一个 黑鞋可以挡住 这里刺一下先手没有用 刺一下先手 这里还是要跑 嗯 它是这里有些误算吗 我不知道 比如说白鞋现在刺一个 黑鞋粘 白鞋不能断上面 这里被吃了 如果想杀器的话 这里黑鞋要怎么连 黑鞋病一个 这不好杀呀 这边怎么断呢 嗯 是 就是存在这个问题 如果说能断掉 就算是杀不过 把黑鞋收进去 那也可以 对 但是可能现在不好完成 这个同时把封进去 又不让它四个跟这边连上 所以它是不是 时间会有些紧张呀 实战 我们还是看它实战的下巴 搬了一个 搬完再断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棋 搬黑的一巴 这个棋 然后再断这个 挺奇怪的 我感觉这两步下了 这断这个五个字 也很小 他肯定不要这几个字了 这断是为了啥呢 我们看一下 这打姜是不是 现在先断 这个再冲了一下 我看感觉到白棋在打姜呀 他这里先 那里边也断了 二炉断了一下 这个断一下 是先手 然后再吃这个 这棋 那就是无奈之下去吃 因为这里确实有个断 那就准备收关了 哎呦 那如果收关这块 那肯定是亏了 那肯定是亏了 他最多吃这五个了再 嗯 那黑棋肯定是 把上面吃死 对 打了沾上 那这棋现在 然后跑这个 优势还有多大呢 在跑这个 还有没有优势 我现在没有仔细地判断过这个形式 但我觉得 这一系列的作战白的没少亏啊 中间刚才一下子变得特别的混乱 乱战当中 黑棋好像 扳回了很多 嗯 现在它还有袜 那只能粘啊 袜没办法抵抗 就是便宜一点关子 对 先打一下 袜的时候打的 对 袜的时候打的 打一下比较细腻 可能跟以后说杀气的时候能便宜一点 再粘 黑的先手收 那黑的中间应该也会补的呀 嗯 就是现在判断一下局面 我感觉黑的就只死了四颗子 把这么大一块吃掉了 对 这小身一拼起来也是 这个成果很大呀 是不是这个时间上面啊 我不知道现在形式 这不能硬了 还是拐 我感觉这个 看我们吃了半天 这里还被挤一下 这个是先手吃五个 因为下一步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来了 对 但是这黑棋小间也算是全连上了 嗯 为什么我感觉这棋被追近了很多吧 是 从胜率上来看确实这样子 现在我 现在胜率是已经逆转了吗 你现在黑棋胜率是六十四 哦 六十四 其实很细 很细 但是我们看到前面白棋 这是九十五以上的胜率 很多很长的 那还是在这一代 在这一代 肯定这边出现了明显的误算 我感觉这个冲 我觉得 就算我打了冲几下 不是也比这个木树好吗 是的 应该是误算了 我觉得 因为黑棋这个先手很明显 那他这个选择是不是太简单 而且尤其是 我们看冲第二下好像不应该 你冲第二下干什么 本来冲这个可以挡不住 你冲一下 把自己送死我 那至少你可以断 本来 很奇怪 这冲应该是个勺子 我觉得 很奇怪 这里 嗯 这是个小身拼了一整盘 其实难道是看到了 现在看见了机会啊 当然现在局面还很细啊 还非常细 下了吗 下了 粘住 然后 靠这个 靠这个 靠段 看看要争取它 嗯 对 这个是先手 这个先手 他吃 吃一个 这个吃一个又是细腻的棺子 嗯 这里如果跑一个的话 这里会差两木棋 两木吗 差一木棋大概是 一木 因为这个 不对就是差两木棋 这个白棋以后 黑棋以后一手棋都不用布 提掉这做就活了 它做活了 如果说气紧住靠 黑棋站上里面是双活 这个就是便宜两木棋 这感觉很痛啊 现在这么接近的时候 白棋走什么了 我们看一下 走完这个局部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断这个 黑棋这时候上面吃了一下 这又是搞一下心情 这个吃 这吃不敢往上面提吗 提的话它是不是要搬了 提肯定要虎 因为这个打了牵手爬也不小 123 12345678 这个也是逆收十木以上的棺子 但是这吃它又被便宜到 白棋又忍回去了 如果能提这 提不提这肯定它是怕虎 这个很明显白棋好像是独秒了 这个下巴 然后再立 它太机敏了 等于现在打到了 便宜一木棋 对 如果已经占有死的话 再打一定是提到大便 所以说出面角度白棋 这个又亏了一木 如果我直接立的话 它可以打不到这下 打不到 差一木 现在一木棋好像有点 很细的局面 这一木棋有点上不起 心情很像我上面提 但是提它确实怕 这个就是越独秒 它越欺负你 这太 白棋是中间长吗 还是打了虎 长了一个 白棋确实没什么收获 就吃了五个子 这个转换好像不成比例 太不成比例了 吃了五个子 这边吃了一些 感觉 但这个本来是白棋 嘴里还是含着几个子 对 这被黑的怎么搅和了几下 把白的反而吃了 其实刚才这个冲过来以后 我觉得已经挺乐观的了 是 我觉得就是这个冲了冲 好像有明显的问题吧 如果事后来看 如果最后真的输了 那这肯定是败着 事后来看 哪怕放着不动 好像都比这个实战下巴好 就像冲你哪怕别冲 你直接冲外边 都行啊 还可以断 断了 当时不是可以把三个都吃了吗 这太有点可惜 那现在这个是不是也没输 这个棋 这还被人吃一下 哇 这个太痛了 这个吃就只能单关连回去 因为这还挤不住 感觉 难受 是这个 棺子被刮得有点惨 这个棋 这后半盘 小身有点太强了 对 小身有点太强了 这个断 再断 有点不对劲 这是棋 我感觉 我们还没有跟上进程 是吗 好像 还没有 他们下的还是挺快的 马上就跟上进程 李维青应该是时间会紧张一些 是 应该小身是凭借这个 我觉得中间可能是不在 时间优势在追 5秒这个催促声中 这个转换我不知道 这个转换我不知道 没有下得太好 这是一个契合 因为黑的 白的已经忍不了了 只能去跟你拼了 但是这个转换的话 黑的再一沾 沾完之后 原来黑的走什么了 沾这个 下面这个 这黑的已经把白的吃了 我刚才以为白的可以打出 发现气已经不够了 气不够 而且这个掺上 确实也很 沾上完以后 你别 这里没眼神 还要收回去 但是现在下面已经有点什么了 然后现在点上面 这个脚是什么情况 这个脚 白旗肯定是要去骚扰的 因为白旗断了一下之后 一路跳有点鲜手味道 这里兜吃会有关子便宜 这一点金桂角 不是一个典型的金桂角 外边其实两边都有籽的金桂角 但是如果白旗能下成双活 那就便宜很大了 我现在只想点 稍微点一下木树看看 我们马上就跟上时间进程 好 我们再摆两步 白旗跳了一会 黑旗冲 对 现在是终于同步了 走到这儿同步了 同步了 对 如果右上角算黑旗 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目旗 至少有七一目旗 这里 这个形式是不是还是很接近 四十五十六十一十二十九二十五 三十三十一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七五十一五十五五十七 六十七六十八 七十一七十五 五十五五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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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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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亩 就是算到什么白旗猴一下之后 黑的都吃回去 但是这里结好像不一定打得赢黑 白旗应该要撑这个结 现在白旗结材应该有力 那还是有点不够 实战是斑了 因为黑的左边斑斩是后手 我是把这个目算成白旗的 好像似乎要输一点 我这么看 我这斑是拼了 千笋 这是里边是什么东西 这棋里有点异 然后再做结 做这个结吗 不猴被斑就没有气了 对 这是一个 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呢 我现在头 这就黑了 啊 弯这个不行 弯这个背铺不行 该先提结了 感觉 这个棋 白的现在不能去搬这个 白的搬这个 黑的一打住 你摘上的话 它一团 变成连环截死了 白的只能现在找个结提回来 把这个结现在撑住是吧 对 都感觉这个结好像不好撑 左边确实 因为这一系列交换白旗 变成有结材了 但左下角黑的这里点是结吧 一个 两个 对 因为是右上角 白的再怎么下 它至少有一个外面 那它有一个两个结材 两个 点你还不能再摘损木 你挡住不损木 挡住那就多一个结材 点一个两个三个 冲至少也是一个 四个 四个 然后黑的确实 打可能算是一个结材 五个 那白气结材确实还是不少 底下铺是一个 断打是一个 两个 然后左边应该是 但是你还不能推 这种靠啊 沾是结 这次结材才多一点 结暂时是打得过 而且中间有没有结 我看不清现在 黑气 现在白气是单沾一个 单沾是结材吗 它是收空 因为确实被黑的冲了一打 白气粘不住 冲了一打 这个气紧粘不住 粘被点死了 但这样右上角 不就变成连环结了吗 可以这么下吗 我要想一想 有一个结之后 好像是不是形式就 单粒了 粒这个 不对啊 粒这个 我一收不就连环结了吗 这就是连环结死了呀 这是不是有点问题呀 白气这个粘 这不是我 又 这个亏了呀 刚才我们数七一目 现在你这个连环结打播 你只能提一下粘一下 黑气十一目 多了四目啊 跟我刚才判断黑气多了四目 你这个粘最多也就四目结 那不够了呀 如果这么看 那还不如不走 先把这个粘住 没注意黑的能吼在这儿 这怎么能往这儿粘呢 这个气 我们再我再点一下目 十十一 二十 二十九 三十二 四十四 四十六 四十七 这个不是提的 四十八 五十八 六十三 六十九 八七六十九 可惜了 已经要可惜了吗 上面被做出个连环结来 这左边黑的木 倒是有一点点松的余地 十十二 算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七 二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七 四十四 三 五十 五二 五四 五六 五八 六十 六十 七十 七十一 中间还没算 七十九 那肯定输了 这至少盘面十目以上了 十目那有点 我点木是觉得我认为是 其实 你和刚才和你第一边点也差不多 是吧 刚才只点了七目 就是刚才没有那么大差距 这边他这个 你这边他多了一些 但是这四目其实好像有点伤 这这粘上应该又是 时间催促下的恶手吧 这下怎么办 连环结 连环结就等于没了 本身脚里面是什么 如果他不粘这个脚上 脚上就是一个很 就是一个比较难受的节 对拔起来 环结结是吗 环结结最多也就是个万年节 下成一个双活的样子 但是要花很多很多手 他又不舍得去找这种节 他怕黑的冲 对 他以为黑的消不干净 他以为黑 他发现黑的直接吼完一收起 已经这样了 那这还怎么下呢 这是不是不行了呀感觉 不行了呀 这要是被逆转了也太 太痛了 太伤了 其实这盘机会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前面大半盘 都是占据的这个明显的优势 就是下面最后一出 最后可能是小生最后的机会 被他给翻盘了 这前半盘这个李维青的白结下的 非常的出色 我想也许 只是胜率保持领先 这还要 这打连环结 那没用呀 这是个连环结 就算这个气紧住 黑的布里也没有用 再多个提也没有用 就是连环结 这不行了 这个连环结和结材无关 可能是不是前面用时也比较多 有可能 后面被读秒了 这个小生就开始 这个下一些比较激烈的招法 有可能 时间共识 因为小生他那个下棋 我感觉还挺坏的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快的 对 他这个时间留在了后边 对 尤其是在他有点掠视 又掠视没有特别大的时候 他这么嚼你 你很难受 这时候你白棋肯定是 有一点想求吻的心态 对 但你越想求吻 他越嚼你 你越看不清 这时候一读秒 你可能就会出现低级失误 而李维钦呢 我印象中 他好像之前国际成绩 最好也是八强 他肯定想要再突破一下 你知道吗 而且你如果赢了 能够赢小生进四强的话 这个太重要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 应该是要小败了 这个棋 如果我点不没有问题 我很希望我点 哪里少点了几幕棋 好像刚才看 我觉得你点的应该没有问题 好像胜率好像也是 也是90多了 不太乐观 这有点残酷啊 对李维钦来说 这么好的机会 世界大赛 八斤四的时候 如果能击败小生的话 确实是对自己信心上 一个很大的鼓舞 没错 而且这种世界比赛 八斤四其实是特别重要的一步 而且对手确实是最强的 韩国棋手 世界上最强的棋手 如果说今天李维钦赢的话 那么我们本届拿冠军的可能性 基本上就很大很大 但是确实 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朴建浩 也不能好像 不能太轻视他 不能轻视 但是我觉得 不知道那盘棋现在怎么样 我看看啊 我这里能不能看到 刚才那个王兴昊那盘棋怎么样 我看看我怎么操作一下 那盘也没下 还在下 还在进行 还在奋战当中 那盘 但这盘也还在奋战 但是这盘已经收小关子了 我觉得好像不好翻了 是头了吗 坏了反正是 反正这个其实坏了 我觉得这个我们都不像我太过分析 咱们凭质感就可以感觉到 白色最后只吃了这五颗子 这四个底下本来就是白空 黑的笋的不是特别多 连这带着两个提子 被人家连根吃 然后最后一个转换又打亏感觉 而且你看 其实这个转换 其实已经亏损目少 其实最后还是一个戏棋 对 而且这边我们感觉又亏了可能 这边亏完可能才败了 他这个班 应该是已经意识到 自己可能觉得要输一点了 当时我们判断不是 我觉得盘面九幕棋左右 但是该白棋下 他觉得可能要输半幕左右 他来拼一个节 但拼一个节 时间又一紧 又出了一个食物再亏 但是也可见 这个深圳序最后 还是思路比较清楚的 没有什么犯错 比较冷静 是不是 没有犯错 这太吓人了 确实他在情势很不利的情况下 还是非常的能整 既然能等到机会 我觉得能等到机会就已经挺难的 其实下棋就是相互犯错的过程 还是谁犯到最后一个错误 是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有点可惜 太可惜了 下了一盘子好棋 这个最后 这个最后 我刚才看 我就说是冲了冲 这不是我看 这并万一粘上 明显的这里有跑 这一代 可见这一代应该是有一些什么误算 是啊 我看一眼我感觉有点不对 而且他不下了 那肯定是误算了 好像不下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输 后边肯定又是一阵亏 我们姑子豪怎么样 我们的姑子豪同学 应该赢了吧 我想 姑子豪对韩国棋手安成俊 我这边能不能调过去看一下 姑子豪赢了 那我看一下胜率 那盘王兴浩也是一 也不太乐观是吧 也基本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 已经有两张半决赛的门票 但是剩下两盘好像 太可惜了 对我们 其实两盘棋如果正常的话 我觉得至少是王兴浩 可能是自己发挥不好 李维钦这盘其实不能说 发挥的不好了 在前半盘发挥的非常好 是的 但是小身确实 可能实力确实是强 他在后面的这种时间 加上这个棋的双重压迫 会让压力非常大 导致自己犯错 我看他们还进行了一些 有体解 其实你看身边去前两盘棋 这本届比赛前两盘棋 好像都是兵不薛认就赢了 对 就好像他也没有下 也不是下特别好 尤其是我觉得上一盘 对丁浩这个棋很可怕 就是这个行人流水一般 就最后就赢了 对 而且他拿黑棋下着 好像还没有到一百步 就胜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对 其实对高手来说 拿白棋 其实又会有一些优势 对吧 对 他其实这几盘 都是拿黑棋获胜的 是不是 他连续拿了三盘黑棋了 已经加上今天 这白棋煎了一下 这不是好像又亏了吗 亏了一幕棋 这本来没有煎的话 我们看这个样子 黑了以后也要补一个 你煎了一个 你现在这多了一个子 就是亏了一幕棋 他冲了一下 那无论不管怎么样 这现在应该没机会 对 现在就是右边 你吃一个吗 右边吃一个 黑的现在只要会往回补就可以了 只要不要沾就行了 就往回补是最大的了 好像 不补 白棋这一爬 还有点收气 这一爬挺讨厌的 是 不过这盘棋 李维钦已经对孙真旭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障碍 是吧 就差最后那么一点点 但是如果这个 但是赢了跟输了 还是差太多了 我看右下来还打过一僵 是吧 哪里 铺过一下什么时候 对 可能打过一僵 铺过了一下 黑了现在应该补回去 或者上面小间的团柱 是几步起 也很大 白棋挤一个是 局部最好的 现在可能对白棋来说 也是一个在调整心态 对 调整心态 应该这个棋是输了 胜负他们应该已经是 两位戏手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这其实也 下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输一点点 就你看在中间 亏了不少的情况下 而且棺子又亏了不少 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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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